俗话说的好啊 贪财的人最有可能上当受骗 炒房呢之前的时候可以赚钱 但是现在呢别想着炒房了 尤其是普通老百姓 尤其是加杠杆炒房的 可能会亏的这个血本乌龟 可以看看现在好多好多新建的小区 一到晚上都是黑灯瞎火 房子控制率太高了 那么都是前些年炒房者的货 买了房子之后闲置不住 卖又卖不出去 现在还炒房 未来将会成为最大的高位接盘侠 首先呢人们的买房热情不高了 回顾房地产的发展历史 大部分人都偏向于在房价上涨的时候买房 买涨不买跌嘛 那么因为房价下跌的时候 大家虽然说能够买房成本更低一些 但是呢房价有可能还会继续跌 这样一来自己有可能就成为了 房价的一个高位接盘侠 如今呢房价回应的速度 仍然比较缓慢 人们总体的购房热情都不高 炒房客再想着着急抛入房产 卖不动了 只能自私炒房的恶果 第二呢你比如说 二住房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弱了 那么二住房呢本身就存在一些缺陷 比如说配套设施老旧 装修风格 落伍周边环境陈旧等等缺陷 在购房预算一定的情况下 显然更多的家庭更偏向于买新房 二住房呢最大的竞争优势 除了价格相对比较低 那有可能就是选择空间可能会大一些 但一方面 近些年来啊 这个很多城市出台了这个新房限价 人才购房补贴等等政策 再加上二住房交易过程当中啊 这个买家承担的税费又比较高 总的算下来啊 同一个地段的二住房 未必比新房便宜 甚至价格倒挂 那么另一方面呢 根据这个国家头逆局公布的数据来看 国内的城镇家庭 那么户均房产数量已经达到1.5套 但房地产呢 仍然是国内经济发展的支柱 各大房企呢 依旧在不断的去买地开发建设新楼盘 在这个购房刚需减少 买房人群减少的情况下 房子的供用量增加了今天 我们想一想 国家是会选择保二住房 还是保新房呢 所以说呢 买新房越来越划算 在这样的一个共同作用下 二住房 它的一个市场受换用程度大大减弱 即使炒房客愿意赔本去卖房 也不见得会有人去接盘 所以说呢 未来炒房 多余的房子很有可能砸手里 甚至呢 有些城市还出台了二房现代的政策 第三个就说房产税结果到来 那么去年炒房客们心声幻想 死扛不愿意抛房 可以理解 但是呢 今年可能真的要开始慌了 有专家就指出 房地产税的具体执行标准和试点城市的名单 不久之后就会公布 可以理想到市面上的二住房挂牌量 会因此增加 根据共同学关系的价值规律来看 很多炒房客手里的房子 挂出去未必有人看得上 如果说抛售的房子卖不出去 等到房地产税正式开始征收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要承担更多的持有房产的成本 那个时候房子多 有可能不会成为财富 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 为什么呢 卖卖不掉 租租不出去 还要多交税 所以说呢 在房租部炒的一个政策 长期的一个坚持下 炒房一夜暴富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 全国70个大众城市房价迎来了普遍 炒房客可以说已经沦为了最大的接盘项 那么 所以说呢 在未来就要提醒大家 不是说不可以买房 那么高期购房者绝对可以买房 那么比如说为了自己结婚 为了孩子的教育等等 对住房真正有需求的朋友 可以买房 但是呢 还想着炒房 多买几套房 放着赚钱 这种念头趁早打消 这种念头趁早打消